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好 欢迎来到NightStore频道 我是你们的频道主小夜Night 由于在抖音平台上发表了我自己对某些人的评论影片之后 莫名的好像很多人在看 那最多看到的问题也就是我是做什么工作的 月收入多少 是怎么赚的 怎么开始创业的 能不能教我怎么做 需要创业辅导 这部影片会尽量解释这些事情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 我的影片不会要你加入团队 不会要你拿钱出来 我也没办法教你怎么赚钱 平常看到的那些加入团队带你赚大钱的 或许真的有人赚了 但可能一千人一人赚剩下全亏 不要被洗脑语言或者高大上的影片被骗走 也不要一直听一些非常成功的人士打出来的金玉良言 他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时代不同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方法 当你越听信那些良言 你会开始觉得自己也能做到 而开始欺骗自己的 我接下来要讲的都是我自己的经验 给大家看到都是我的生活的一切 没有什么业绩报表 没有名车 没有一堆现金 就像我之前影片说的 那些东西如果是自己的 就一定会有自己的特色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正片吧 首先在IG上其实已经有破百则留言 再问的是怎么赚钱 可以创业辅导吗 该从哪边入手 我适合创业吗等等这些问题 第一点你要先明确的知道自己能干嘛 有没有移技之长 如果你自己什么都不会 还在只能做免洗工作的状态 请先去学一个技能 有很多人都说我会做很多事情 我以前打工都做很多事情之类的 但你只要思考一件事情 你现在会的所有事换成别人来做 如果别人能在一个月内都学会 那你会的这些事情就毫无意义了 只能说你会的这一切就是基本而已 第二点 当你已经有个专业的技能在手上 该怎么开始往创业的方向走 首先你要先确认 你在这项专业上是否已经达到真正的专业 当你跟同样专业的人比较时 你是不是比他更好更专业 若没有只能再去精进自己 第三点 以上两点你都确定你可以了 再来就该想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创业 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喜好不同 有些人天生就适合当老板 而有些人就只能当员工 当然也不是说只能当员工的人 就不能去当老板 多半当上之后很容易也会垮下来 那不想垮下来只能在开始前先想好 现在的状态是否适合创业 可以创业的状态有两种 第一种是你已经稳定工作了好几年 甚至十几年 只能一笔钱开始出来创业 并且类型也是跟你以前的工作类型相同的 第二种就是你什么都没有了 走投无路下可以出来创业 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那已经失败了 再失败一次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其实自己就是第二种人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敢出来创业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在这两种状态的中间 你的舒适圈内觉得每天工作 每个月零钱就可以了 如果创业就要放弃现有的生活 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只要有这些想法的 千万都不要试着尝试创业 当你有以上的观念 你确定想创业 那就开始听听我的故事吧 那你因为不顾朋友的劝阻买了车 开始度过了没钱的生活 每个月的房租 车位租金 油钱 保养 停车费 税金 电费 水费 网路费 手机费 女友费 饭钱 都变成了我严重的负担 虽然那时候还是跟家人住 但该负担的还是要拿出来 我们家只有我妈跟我哥 爸在国小就走了 加上我妈因出生就有小人麻痹 所以是中度残障的状态 我跟我哥基本上到了能工作的年纪都在工作了 努力养自己 多余的在帮家里负担 好像讲的有点悲伤了 提这些只是要你们知道 不是每个看起来好生活的 都是来自好家庭 如果能有个父爸爸谁不想要呢 再继续说正题 就在过着没钱生活的时候开始觉得要嘛就赚自己的 一直看别人的脸色过生活 可能永远都只能这样子 那因为我从小自己本身就对电脑类有一定的兴趣 所以决定从电商入手当作创业的选项 当自己觉得自己可以的时候往往都是假的 认真思考会发现 其实自己以为懂的东西都是皮毛 所以还是会先以站在巨人的肩膀走最为实在 首先在家附近的科技园区 找到了一个以家电电器类的电商公司 进去当最低层的上架人员 公司内部外加台中分公司大约十几人 算是一个规模普通的公司 连业界也有几千万 那么进去后 你要知道自己不是进去当员工的 是进去学东西的 不能忘记自己为什么要进来这里 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情 我会把手上规定的工作用最快的速度做完 然后开始在公司走来走去 看其他业务的部门都在做什么事情 从查假、找商品、仓库出货、会计算钱、客服售后 一切能学的我用最快的速度学习完 也庆幸当时入公司 教导我的姐姐是台中的人 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Skybee 随时要热线 到现在我也觉得她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贵人 那么在一切学习完之后 大概不到一年就可以开始准备创业了 那么创业不是开个IG 放个广告就叫创业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这就是创业了 因为在公司领的钱其实就只够 只够花用在上面说的那些 于是先跟当时的女友借了1万块的资金 再去找那个年代觉得好卖的东西进货 再买了一个皮箱跟价子 就到家附近的火车站开始摆摊 并且带着自己手上唯一的笔电 边开始找厂商边上架商品 摆摊生活其实也就是跟客人打招呼 没客人就上架 有警察来就跑 也因为摆摊的关系 认识了不少一起摆摊的朋友 有卖袜子的大盘商 也有专卖草莓的草莓哥 这些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说 那摆摊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现有的生活 并且可以有多一点的时间去做上架的事情 这段时间绝对不能偷懒也不能想着要放假 每一天都需要珍惜与把握 创业真的要把它当成自己的小孩一样去照顾 在这一年其实网拍几乎都没有赚到钱 主要是因为商品的数量与类型还不够跟其他人比 所以才要靠着摆摊赚取生活费 有时候一天都没赚到钱真的会有心累的感觉 摆着摆着我从皮箱摆到大推车 再摆到开店 那卖的东西其实只要是自己能进到货的 别人其实也能进到 所以需要想办法打出优势 所以我选择做客制化的商品 从行动电源到手机壳等等 开始一点一点的打名气 那也在我开店的那年运气好 遇到了一间大公司下订单 虽然中间也遇到很多订单的问题 但达成后赚到了第一桶金 再加上那时候其实每个月的网拍收入都已经稳定了 刚好房租的租约也要到齐了就开始找房 那找房的故事就下次再说 从创业到皮箱推车店面都是一点一点的去累积 从成本叫了一万块的东西都卖出去后 再把卖的钱去叫更贵的东西 成本越高获利就有可能会更高 一点一点的把钱洗上去 这也是为什么有钱的人可以越来越有钱 而钱不多的人赚的钱还是只有那些 我们在丢一万的时候别人再丢的是一千万 差距是非常的大的 我们不可能变成那一种人 毕竟时代不同 没有富爸爸只能靠自己让下一代能有个富爸爸 中间其实也带过几个想成功的人 那据我所知他们现在都过得还不错 有机会可以再把这个故事说出来 那么故事说到这里 以上都为我的亲身经历 有人会觉得说是我运气好 其实我也觉得是运气好 但没有前面的努力 机会来了你也把握不住 当然是真是假永远都只有自己知道 也可以怀疑我说的都是假的 但我的生活都放在IG上 认识我久一点的人 也都知道我以前的生活到现在的生活是什么状态 现在对我来说钱够用顺利过就可以了 每天也就是睡醒吃回客人玩游戏 出门运动教课陪女友睡觉 一天实际的工作可能不到5小时 那收入够开销人生就能很快乐了 最后再跟酸民说一样的话 如果你要酸别人请先想一下 你是只有手能酸 还是你自己也有实力所以在这里酸别人 抖音上我说开车开C300加油加300 有人说穷就穷不要酸 那这句馆长也说过 那请问他穷吗 留这句的要你拍一部你多有钱你也拍不出来 我爱回酸民 只是我觉得回你们挺好玩的 毕竟你们打太多也只有一双手而已 那么这次说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请记得再给我订阅按赞分享 订阅数有实际增加的话 我会再把另一份直拍轮的创业过程分享给大家 那就这样了 我是你们的频道组小燕Light 大家拜拜